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让不出去的C位引发网友热议 是实力还是运气 王一博 一个在娱乐圈风光无限的男神 无论是演技、歌唱、舞蹈、骑车、打鼓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的粉丝遍布全球 他的作品收获了无数的赞誉和奖项 他是乐华娱乐的当家花旦 也是国内外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 但是你知道什么是C位吗? C位是网络流行语 最早来源于游戏领域 即Center 中心位置的意思 在游戏中 C位只能够在游戏后期带领队伍的核心角色 后来 C位这个词扩展到娱乐圈 在合影 海报 舞台表演等时候 只要当某一个人在团队中处于中心位置时 人们便称呼它是Center Way 那么在娱乐圈中 C位代表着什么呢? C位是大咖位 是对艺人实力的最好证明 也是对艺人人气和影响力的体现 站在C位上的艺人 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目光和关注 也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 很多艺人都想要站在C位上 展现自己的魅力和风采 而王一博 在这方面就有着非凡的表现 无论是在红毯上 综艺节目中 还是在舞台上 王一博都能够轻松地站在C位上 让步出去 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貌和迷人的笑容 还有着精湛的记忆和自信的气场 他在每一个场合都能够展现出 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 让人眼前一亮 比如 在2022年12月31日举行的 乐华家族跨年演唱会上 王一博作为乐华娱乐旗下 最重要的艺人之一 不仅担任了开场表演和压轴表演 还在海报中站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他先后演唱了舞感 火箭少女101 飞鸟和蝉等多首歌曲 并与其他乐华艺人合作了奥运歌等精彩节目 他在舞台上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让观众沸腾了起来 再比如在2023年1月15日播出的《向全世界安利》第三季第二期中 王一博作为嘉宾出现 与主持人和其他嘉宾一起分享了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他不仅展示了自己的骑车和打鼓的技能 还与其他嘉宾一起跳了一支印度舞蹈 展现了自己的多才多艺 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让网友们纷纷点赞和安利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都证明了王一博让步出去的C位 是他实力的体现 也是他运气的加持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天赋和努力 还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人缘 他在娱乐圈中 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一个无法替代的明星 当然 王一博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他也有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但是 他总是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 不断地提升自己和突破自己 他也并不是一个骄傲自满的人 他对自己的C位 并没有过分地在意或者迷恋 而是把他当作一种责任和动力 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和表达自己的艺术 因此 我们应该为王一博让步出去的C位 感到高兴和骄傲 而不是极度和质疑 我们应该欣赏和支持王一博的才华和努力 而不是诋毁和攻击王一博的成就和地位 我们应该期待和祝福王一博的未来和发展 而不是担心和拖累王一博的前进和进步 王一博让步出去的C位 是实力还是运气 我想 答案很明显了吧 上海传媒盛典闭幕 王一博最受关注男主角 《长空之王》成为最大赢家 上海传媒盛典圆满落幕 20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 为期一周的盛大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盛典最受传媒关注的影片 男配角 导演 女主角四项荣誉 最终揭晓并受到广泛关注 《流浪地球2》或最受传媒瞩目电影 今年春节当上映的《流浪地球2》 以其卓越的表现成为本届传媒 关注单元最受传媒瞩目的影片 这部备受瞩目的科幻电影 不仅引领了科幻电影的潮流 更是成功赢得了传媒 关注单元最受关注影片的荣誉 这是多么值得庆贺呀 《流浪地球2》的成功不仅是科幻电影的胜利 更是创作精神和艺术表达的胜利 这部电影的成功 将继续引领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演员宁里获最受传媒关注男配角奖 演员宁里在《流浪地球2》中饰演科学家马赵 他的演技精湛 让人们看到了科学家的严谨和果感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钟宁里所扮演的角色 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更是一个背负着人类未来希望的科学家 他的角色让人们看到了科学家对未来的无限担当 因此 宁里凭借出色的表现和专业的态度 荣获最受传媒关注男配角奖 导演张痴于获最受传媒关注导演奖 导演张痴于则凭借指导的《独行月球》 荣莹最受传媒关注导演奖 《独行月球》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电影 不同于以往的科幻片 他更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 影片讲述了一个意外事件 让航天员独自一人被困在月球上 如何独立面对危机 保持心理稳定 寻找生存出路的故事 导演张痴于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 将观众带入了航天员的内心世界 感受到了他的孤独 害怕和坚强 同时 影片中的科技设备和场景 也让人目不暇接 让人仿佛置身于宇宙之中 感受到了人类对未知领域的 向往和探索精神 除了影片本身的精彩之处 导演张痴于也是备受瞩目的人物 他曾获得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大奖 被誉为中国电影新生代的代表人物 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思考深度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独行月球的获奖 更是对他才华的肯定和鼓励 演员王一博获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 最大赢家竟然是《长空之王》剧组 男主角 女配角 新人导演 新人男演员四项荣誉悉悉数入囊 成为历届传媒关注单元的最大赢家 青年演员王一博凭借在电影《无名》中饰演的 叶先生和《长空之王》饰演的雷宇两个角色 荣获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荣誉 演员赵紫棋凭借在电影《长空之王》饰演的角色 荣获最受关注女配角 导演刘小事也凭借电影《长空之王》 荣获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导演讲 演员于是也是凭借电影《长空之王》 或最受关注新人男演员 此外其他一些奖项名单如下 最受传媒关注编剧陈宇满江红 最受传媒关注女主角巴德马奇代 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女演员王嘉宜满江红 最受传媒关注视觉效果《流浪地球2》 最受传媒关注音乐《捞资密度》 最受传媒关注儿童电影《我的爸爸是条鱼》 最受传媒关注动画电影《新神榜》 杨简 最受传媒关注记录电影《雪豹和他的朋友们》 各位影迷 这些获奖者是否也是你们最喜欢的明星 那么 你最期待的电影又是哪一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们的想法 同时 点赞和分享此篇文章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场难忘的盛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